從台北趕下來出席座談會 立委馬文君希望增加和憲民的交流 不僅是將他所做的努力讓大家知道 並且聽取民眾意見 建立一個雙向溝通的平台 因為南投縣還是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在很多的可能經費 福利爭取各方面還是比較多 也是減比較大部分 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 要怎麼讓我們的選情更好 可以讓台灣進步更穩定 當然有機會都有人拿去 所以今天大家有什麼好聽 今天跟習近平可以跟他平等對談 為什麼不可以 台灣人跟你們有信心 講到台灣整體發展 馬文君立委也提到這一次 大家所關注的馬錫會 是從西元1949年以來 兩岸領導人將第一次會面 馬文君認為過去這幾年雙方在民間的交流 不管是觀光還是藝文已經相當頻繁 就這一次馬錫會 在兩岸和平發展重要原則下 對台灣發展也有正面意義 大陸現在在這個階段 他已經算是在國際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那我們也希望他只要對台灣 其實是持續以和平的態度 我們來進行雙邊的任何的各項的發展跟合作 跟其他我們台灣跟其他國家的這些條件 我們可以也許還有更好談的一個空間的話 我覺得對台灣的發展都是正向的 馬文君也表示台灣有非常好的資源 面對國際外交應該走出去 不是遇到中國大陸就什麼都不做 台灣要鄰居相信力團結起來 站到領導人的這個角色 你就要面對所有的困難 面對所有的對象 不管是哪一國 包括中國大陸 其實這都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台灣應該要更凝聚我們的向勤力 台灣其實有很多的資源 我們希望台灣大家如果有這份向勤力 我們才不怕任何一個國家對我們有所影響 距離大選越來越近 馬文君立委也陸續在各領舉辦座談會 希望聽到地方新聲 也將重要的政策和民眾進行交流 記者劉雲昕老線採訪報導